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全新的局面完全不同 不可同日而言 不像以前 我说以前外资大概可以控这个盘 卖大概就下来买那个上去 因为现在是蚂蚁熊边的力量 整个一个全新的局面 我说这种喷出段第五大坡 你看都说11月2号这个地方开始53坡 一直往上推 那这样整理的时间很短 我说它这个整组还 其实都还在算同一个脉动 都还是第五大坡的第三主生段里面 都还在这里面 那这个结构的话 你看它今天还是又大涨一百多点 还是又大涨 因为外资昨天卖那么多 一样没有拉回来 那这个力量是外资推出去 也不是 你看今天应该也是 外资它目前 它现在在齐全的一个多单部位 大概也不会琢磨很多 可是市场盘就一直在涨 但是我们是蚂蚁熊边的一个力量 我说老鼠是全新的局面 以前你从来没有看过 其实这些东西我都讲在很前面 因为那个是喷出段里面 你金融市场你其实很多市场 包括股票市场还有很多其他外汇市场 一大部分期货市场 我看了之前看了蛮多 那种喷出段的那种结构 你会想象不到 回家那是全新的局面 你会跟之前 怎么 筹码控不住了 外资筹码控不住了 它一路卖 它还是往上涨 所以这个全新的思维 这全新的思维 好久以前就给你预告 好久以前给你预告 或者也涨得让你不相信 所以你其实这个卖动 你没有做到多单就算 你不要去傻傻 一直要空它 一直要空它 那赔了一屁股 你会看其实感觉没什么 它就每天给你黏黏黏黏黏 一路给你黏上去 这只要这个地方黏上来以后 你看几乎没有拉回 然后这个地方也没有拉回 它就一个高档震荡 震荡六天而已 又黏上去 黏上去 一黏上去 又持续一直黏 这结构 这结构很特殊 那你要懂得它的一个 每一个脉动它的特性 否则你很难应对 你很难应对 来 关键这个925号 第四大坡结束 一二三四 然后一二一一四 这个地方有机会走第五大坡 那925号是这个 一二一一四 我说它有三个理由 你要全力做多 925号还在这里 我说那个出生段 都还在那个盘区里面 你会很难发现 可是我们是这样主张 我们是这样主张 我说那五字一 是在那个盘区里面 所以那个925号 我们会去买那121 12152 1250的多单 然后就一路上来 800多人到12995 就这一段 这一段是还在盘区里面 你仔细看 这五字一在盘区里面 1214 12995 然后它一个拉回来 这个拉回来很重要 这个拉回来说 那个是大概今年度 最重要的关键转折 因为那个一拉回来 一转二拉回会比较深一点点 你会以为又要盘整 你会以为又要盘整 喷出段里面的主升段 速度会很快 然后涨到那里不相信 果然一路你看 过关斩将 涨了1800多点 来到14367 那这个盘还是一样 属于是目前还是这种结构 没有变 一涨难跌 一涨难跌 那每一个拉回你都要注意 利用那个拉回来买点 因为其实这个地方 那你再过度去追高 你说实在你也不敢 那可是这个拉回 一拉回的话 大概一停住就又 那个就是买点 一拉回了停住 大概就是买点 大概是这样 这11月2号 11月2号 这个地方五之三坡开始启动了 12402 11月2号 12402 11月2号在这里 5之15则5之3 12402在这里 1235则结束了 这个落底了 这长空短线都给你分析很透彻 然后就送分 所以11月2号 买12417 415 一路上来 我这一路上来就注意 他有做多多 一路上来 有没有 这1318还在买 所以就更多 赚更多 有没有 到了这一天才说休息 123 13943 那休息 他是不是在那边休息 确实有休息六天 休息六天 五六天 到了这13704 11月30 他那个结构长这样 有没有机会说 这个稀泊就落底了 然后就开始又往上走 果然真的又往上走 那当然这个地方 比较难发现 我们讲坦白话 这个都比较难发现 可是这个结构 12月3号 这个结构就 1234 它是有一个 推升的形态的 那个一拉回 你一定要先占买房 两个理由 一个我说你 至少买它逼迫反弹 你也可以买 那买它怎么样 直接推升 13931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特别切 12月3号 13931 这个就成型了 同时这东西又成型了 一个推升就成型了 成型以后它拉回 13931 这个就要注意了 这个买点了 果然这个是最后买点了 13931 你就是这个点位 13931 12月3号 所以我们12月3号会去买1394213940 有没有 那你看它连续就涨 每天涨14149 14247 今天14350又在创高 14350 13931在这里 13931在这里 昨天到1427 13931在这里 今天12月8号 今天到14350 13931在这里 就是我那天12月3号又 那个结构又还要买 那个已经涨很高 你还是要买啊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它一个推升就跑出来了 通过它一个推升就跑出来 那推升出去跑出来 你拉回 就是又是最后买点 果然你看 通过这个131 1931这个地方 13931 几乎这个点 13931 13931在这里 我说这一个推升形态完成 一拉回拉回 你要这么买 又上来 又是14350 通过这个结构很恐怖 通过这个结构很恐怖 那这些东西都不是说四号码后跑 都是分析在前面 它这所说 11月30 13704 又是另外一组推升 再开始启动 那现在持续 你看这个盘就知道 那个结构大概就 你看期货 看那个现货都一样 这个地方整理了六天 有没有 30号这个地方 11月30又启动 它整个结构又是一个 又是那种45度角 这样粘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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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 然后就以前跟你讲 至少到年底 至少 我讲的是至少 整个多头结构都没有变 那当然有时候涨多 它会拉回涨多 你就是无论如何要利用 要掌握住那个什么 拉回那个埋定 很重要 都会很重要 好 这期权的部分嘛 对不对 期货的部分 那你选择权 这上11月做了 50万元怎样变成1500万 我说这个要有一个计划 我们是以50万之印来规划 当然你500万就把它乘以4 100万就乘以2 220万就乘以4 来这样规划 那你看10月30 我们买那种13000 13100的 这59点买的 这40点买的 13200的买全 10月30买 这28点买的 因为10月30买 这59买到760 就翻到12.8倍 10月30买40点 翻到740 这18.5倍 10月30买28点 就翻到59 当然这11月份结算 叫21倍 什么这是21倍 10月30 等不过10月30的大盘 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是隔天就最低点 11月2号 其实10月30我就跟你讲 其实那个隔天 那个可能 那个低点不多 因为它最后一波 那是创低弹回来 创低弹回来 再创低 那个低点都不多 那一种结构低点都不多 有没有 那其实这都验证了 等不过这都是当下跟你讲 那果然这个地方买 对不对 买选择权 我们从这地方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一段涨1400点了 这个地方12000 期货12004左右 这边我们买到13200 离了800点以上 离了800点以上 那事实还超过 涨1400点 等不过这涨1400点 所以我说这个选择权 如果有那个行情 波段行情规划的能力的话 其实这个很好赚 那我说你要跟我做选择权的话 等不过这个东西 你就是要有相当的资金量 否则不要来做 不要那种做几口那种好玩买乐透 你买好啦 算买好啦 那花不来 买你就忍我大条忍大把 不然你就卖来 你还有一些什么 你没有 你没有准备一个资金准备要做的话 你没有意思啊 没有意思 那个选择权的部分也是 不能一天到晚在那边坐坐坐坐坐坐 我说一年做个几次够了 你要有耐心 等不过这操作跟其他的不一样 其他股票你可以 涨多了卖掉换股操作 马上就可以换 你如果准备好马上就可以换 期货你可以 这么来来回来做 选择权你没办法 等不过选择权你没办法 你一定要想办法有做一个波段 而且能够看得懂一个波段你才做 否则你不要做 那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机会 你那个资金量一定要下稍微够 譬如说你再赚了21倍 然后好到21倍以后 我准备要来获利出钱了 对不对 我要来获利出钱 我有多少货可以卖在手中 好因为我有多少口的买权 你不要说我只有三口五口 你赚了100倍也没有用 我有三五百口 我就慢慢的卖慢慢的 那一卖那都是钱卖都是钱卖 钱就一直进来户头 这样才感觉看得到钱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特殊 如果你有兴趣的不懂的 你也可以翘好线上助理 这是齐全的部分 等会是齐全的部分 那画面下方有两个QR Code 也欢迎你用手机把它扫描按加入就可以了 一个是LiteAd的QR Code 那一个是Telegram的QR Code 那这个东西我每天都会把 你把它用手机扫描按加入就可以了 一个是免费LiteAd的群组 一个是Telegram的群组 手机扫描按加入就可以了 我每天都把柏欧解析附图解说 迫在上面 那其实这样长期迫下来 如果你是长期这样已经有在看 我们都分析在前面 这个都可以做见证的 你这些人都可以做见证 不是自己嘴巴自吹自脸 然后乱喊一通的不是这样子 特别是整个行情的波段 特别如果你有你看 这整个从8月8月8月23至3月 我说是初生段这边整理整理 然后开始在3月1月3月4月5月 然后又整理 然后整个掌握 掌握之精准特别 推就推 整理就整理 整理后再推 推了以后就说你整理就整理 整理以后再起推又起推 相信这个大盘的掌握度 应该是有目共睹 应该是有目共睹 9月25号这并购 11月2号这个都完全是 几乎是 几乎是那个不是几乎 就是完全命中 同样是完全命中 是不夸张的 我不是那种每天 喊多喊多喊多 然后喊一定会对 或是我每天喊空喊空 中后一天会对不是这样子 我们会跟你说 拉回然后推 然后拉回然后推 那个这样掌握度 才叫做精准 才叫做分析 而不是你每天 一天到晚喊多喊多 你永远没有一个头绪 那就是蒙对了 我们讲坦白的话 男天也就叫做蒙对 那蒙对了 他的分析 其实没有参考性的 因为他一天到晚 每天都喊多 你永远有一个有评有据 我说那个要理论 有一个理论架构理论依据 对不对 那我说这些东西 这东西都是在 这本书里面有记载 这个还有搭配六篇的教学DVD 这有兴趣的 也会您翘好的线上助力 你边赚边学边操作 这是进化不断战法 这个东西你把它学起来 应该对你会有所帮助 投资度本来就是长长久久的 其实这几乎是一辈子的事情 几乎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当然 都可以做见证的 投资你是我的观众也是一样 好来我们谈到个股的部分 来我们来讲一些新的 我说其实个股本我们还是一样 精选持股都是要精减要精选 我们就是凭着依据这样去操作 后面那个其实个股的部分 后面的影运动能我会去筛选 这个你放心 节目时间没有那么多 我没办法一档一档讲那么清楚 好那我们较劲一定会较出 较劲一定会较出 那持股你就是要精减要精选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跟你谈的这些股票才有意义 才有意义 有时候是叫股票是从来不会出的 他就叫了就丢 叫了就丢 手中随时都有五六十党个股 投资手中随时都有五六十党个股 五六十党个股 你还没有表演的五六党涨停的 那也不用叫 对不对 那这个这样会员真的有赚到钱 如果你是会员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 对不对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随时每天都五六十党个股 抱上抱下抱上抱下都不管他了 那不行 你当老师是要尽责任 我今天带你进我带你出 带你进我带你出 那确实这样才赚到钱 带你进了不管他 再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 你又买也就买 没买没买也不管你这样 那实在是有点离谱 都会有点离谱 其实这个是一份责任 台面上老师应该就是一份责任 我今天带你进 我看你带你出 我看坏我就带你出 但是在换股操作 对不对 换股操作以后再带你进再带你出 那才是一个完结 带进 带出 才是一个完结 对不对 一档股票操作这样才算告一个段落 3530的金像光 像这个我 你看然后是10月28号 就是我今天买的 或者是今天买的 今天才买 总之我回去调节换股 3530金像光 他现在是在警示 5分钟一盘还好 当天9张 单笔9张 当天29张都还可以免预收款卷 让他后天解禁 都把他后天解禁 3530的金像光 这个结构 他这个 像这种你就要看他 他 一警示以后对不对 关起来以后 他这个结构长这样 你要去判断说 他这样子还可以上 有些结构长 那个是完全不同的 后续的发展会不同 那你就要利用这个 这个结构来判断 那我是判断这个应该还要 在另外一段推升 有没有 3530金像光 所以我今天就去买它 今天才买 总之在今天才买 10月28号 就9.48 金像光3530试加买进 有没有 3530 9.48嘛 3530 9.48 因为它5分钟一跳 9.48大概一跳 就是9.50这一档 130.5这一档 这没有问题 130.5 就130.5这一档 那这买了以后 还不错 买完以后 这个地方买完 拉了涨停 141.5锁起来啦 3530的金像光 那明天再一天 后天就解禁 那这个结构你看 它今天拉了涨停就创高了 可怕今天拉了涨停就创高了 最高本来之前是 141而已 今天拉了涨停就创高 今天涨停141.5 有没有 那这个应该后续就 比较漂亮了嘛 对不对 明天还是关起来啦 可是后天后天就解禁了嘛 3530的金像光 那重点是不 因为其实类似这种股票很多 那可是你要 要它能够有持续性的很重要 你要去判别要有持续性 我说这一段的整理很重要 你要怎么判别 你要利用这个小时线 用这个小时线续约波来判别 你看它拉回幅度 它的结构长怎么样 如果说这边整理整理那就比较漂亮 如果它有一个比较推动的一个形态的一个 1235小段 那一种就要比较小心 那一种就要比较小心 这是经验坛 3530金像光 那今天也不错 没有让后院失望 也是一个亮灯 也是一个亮灯 这今天才刚买的 今天才刚买的 130.5买的 好 恭喜会员金像光亮灯 创停 好 3293的新项 当然这一段跌很深 那跌在这个地方660 这个地方有破 这670就660 我是判断 这个地方660应该它是一个 这个A波一个B波假跌波 那应该就会上来 那这些是大中小 从这最高点995拉到660 它是一个大中小 一组麦动一组麦动一组麦动 这斜率都不同 一组麦动一个斜率 然后弹回再一个斜率 这结构有机会暂时指纹 然后有机会至少做一个反弹 3293的新项 我呢一记转 几乎可以赚到50块钱 现在一记 一记都可以赚到13块14块 一记有 一记有13块14块 3293的新项 而且它营运动能很稳定 很稳定 那当然很稳定的话 你至少说它一个区间震荡 那这现在是相对低 现在是相对低的 对不对 相对低的 如果说它不要攻击也没关系 它一个持续整理就好了 其实是有空间的嘛 有没有 因为这个 这一组啊 之前跟你谈 那这一组大概是结束 12345段结束 那或者说这个结构 比较难看 你说这边一组啊 那这边又一组 也没关系 我们讲坦白话 那这五组结束好 它一个A坡下来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一个A坡落地 我说这边买 有机会买它另一组推升 不然就买它一个大B坡反弹 这相对是等于底部了啦 相对这个拉回了一个底部嘛 对不对 有没有 其实这个结构1 2 然后这边一组斜率 然后最后一段是长这样嘛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有机会往上弹 至少弹 好 那我们常常跟你讲的大中小 他有机会谈到哪个地方 其实很清楚 其实很清楚 这是3293的形象 3293的形象 好 那一天我跟你谈到 友达现在应该正在主生段正在走 友达啦 友达还有我们讲这个群创也一样 群创也是应该大概主生段在走 然后彩晶也是这一组 它是前面一个整理 然后这应该是推升形态 应该有机会持续 我们以友达来代表 我们来解友达 其实这段股票大概都同步啦 好来同步来 2409的友达 我说这个大概一个主生段在走 好那主生段在走 你也要注意看它细微波的卖动 你不要去过度追高 可是你要懂得 它拉回的买点 这才是重点嘛 我跟你谈 你不要过度去追高 那16块 哇16块多那个胡闹 2409的友达 有没有 你不要去买再16块半 那他今天拉回来 14块6的拉到2块钱 这2块钱很多啊 十几% 这个结构啦 我说它好 这个推升上来 它10.35 这边10.4 差不多 这地方上来的结构 大概这一组 就这个卖动 应该就很没结束 因为它这边有一股大中小 然后这边一组 当然你这个大中小 拉回到这里最漂亮 可是这个结构未必 有时候它就黏在这附近 黏住黏住 然后黏一黏大概就直接就攻 又很有机会 那当然最好说 拉回到那个什么 我说大中小那个最 就是大的那个地方 大的那个地方嘛 有没有 那它如果没有 其实差不多 其实那个点位差不了很多 差不了很多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判断 它应该还有直接持续走 那这个走都还在 这个组生端里面 三 都还在这个 这是日线 当然这我们是解析 它的小时线 解析它的小时线 这是2409的友达 那我说4968立基 其实这一段从240 我这涨到360这一段 有没有 这一段它是一个5 都是高点都不是高 298.5 到了360跟你讲 其实那个暂时就结束 你不要再去碰 这个跟我跟你分析 中美经不一样 就到360嘛 这边是不是一个1235段 而且这一段 刚好是最后一组 所以要特别小心 除非它整理整理整理 改天它运动再成长 还有机会第五段扩援 否则你就要小心了 对不对 否则你就要小心买 有没有 所以我们有个分析 当天是当天360跟你讲了 好 那可是中美经的话 这个地方推升去 11月11号 我们是买它的 买它是111嘛 然后111的话 它最要到162.5 我说这个地方 我们还 你暂时停而已 都不是暂时停 暂时停 暂时停 你要注意它的拉回买点 你看它昨天拉回到150 今天又又供上去了 今天又供到160 当然我们判断 它有机会持续在震荡 你也不用过度去追高 那你注意它 那个拉回那个买点 很重要 因为它整体的结构 看来是还没有走完 是还没有走完 其实这些东西 我都讲在前面 也不令跟你分享 只是说你怎么去操作 怎么去操作 这是5483的中美金 548的中美金 好 那我也是那以SNK 11月12号买进去 我说这个买进去买在到 买在大概36块半左右嘛 那是不是又一路涨 涨涨涨涨涨涨 然后45.5 今天还在创高 今天还创高45.65 然后拉回来 5243的乙生 通过这个结构你自己看 走的是不是很扎实 11月12号买的买在这一天 11月12号买在这个黑棒的最下缘 几乎那天最低36.3 那天最低36.3 我们买在36块半 36.55 36块半左右 这就是这天买的 然后隔天我说 买完每天涨 涨到45.6 几乎赚快10块钱 30几块的股票 赚了10块钱也不错 对不对 不是不错是很棒 这股我们有没有出掉任何一张 有没有说每次涨一天 就跟你说 哎呀先调节一半 然后再调节一半 再调节一半 再永远卖卖卖不完 没有嘛 我们那个指令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买进就买进 卖出就买出 没有什么 卖一半又卖一半又卖一半 永远都卖不完 那个都是投机取巧 那确实我看好就虚报 我看不好 差不多到了我就获利出清 或是说获利出清 它也许还有高点 可是我把这钱买 其他股票会更棒 所以就把它出清 没有能什么出一半不出一半的 对不对 那这是不是 有没有让婚姻失望 无二世代以胜 这都讲在前面的 好了时间不够 来 我说个股的部分 投票持股你一定要精选要精简 中规中矩的做 中规中矩的做 长期才会是赢家 你买一大堆股票 那个都是投机取巧的 都投机取巧的 经过报道战法 搭配六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翘尾的现场助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军船线27810909 27810909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去检或去测 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聚检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勇热 内政部竞争主关心灵 我到节目现场 整个大盘的一个盘式架构 整个脉洞 不夸张 这掌握到今天是叫做淋漓尽致 淋漓尽致 那我说这个结构呢 其实这个架构有点难度 可是它结构其实很清晰 你认同理念也跟上脚步来 有钱赚有钱赚 就要不让战法搭配六篇的教学DVD 有兴趣的敲我的现场助理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部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之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普世的起跑点 知情转线27810909 27810909 黄老师 破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迹象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谁说 有钱人不作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指数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截病管制处防疫医师 林永青 目前国际疫情 已久严峻 入境时 如果身体不适 请主动告知 检疫人员 入境后 请落实居家检疫措施 1.留在家中或住宿地点 不可外出 2.每天记录体温和身体状况 如果有疑似症状 请联系各县市卫生局 不可自行就医 3.家中如果有65岁以上的长者 6岁以下幼童 慢性疾病患者 或没有个人专用房间